字幕提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快來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 我們今節又講英國 我知道你們最喜歡 你最喜歡 是嗎?我最喜歡嗎? 我以為我們的聽眾最喜歡聽 英國來到港 現在又見到幾個英國的新聞 我覺得大家都喜歡聽 我們都很喜歡關心一下 英國人的生活過程是怎樣 是英國的香港人的生活過程是怎樣 是呀 今節就講一下 講關於英國樓 因為都經常見到有些人在講 英國的樓如何如何 啊 因為經常見到有些人在講 然後又在講 尤其是你現在入冬 你那個樓的質素 對於生活來說很大影響 是 因為你會冷 會漏風 會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問題 電費貴 你要保持著它暖的時候 是啊 然後我又看到有些很好笑的 有些香港人在講 我們上次講的那個 叫大家不要省暖氣 然後有人說 你看到那個電費單 一個月這麼貴 是呀 我寧願這間房子發毛好過 這樣 哈哈哈哈 這樣跟你說 真是 你加油 發毛 還要英國那些發毛 嚴重發毛 它是那些黑色模式 你吸入那些黑色模式 有毒的 你是會中毒的 個人是會死的 是啊 但是有些人就 咦 咚咚咚 有什麼都不懂 移民了過去 總之 危險永遠都是 我也是跟大家說 大家移民去英國的話 就想清楚一點 這樣 我講了良靈二維 你要考慮 不是 因為 當然 很多時候 你如果去到外國生活的時候 你給我 我都會很希望 住獨立 因為尤其是 當你見到那個價錢這麼便宜的時候 那覺得 我去到外國沒有理由不住獨立 我還住在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然後 然後很多人就發現了 原來保養費要很多錢 原來要維持那間屋 可能很多東西 電費 距離距離距離 你這間屋越大 當然你所需要洗的錢就越多了 例如你需要開個暖氣 你要多很多間屋 你的地方大很多 這樣去開個暖氣 那就貴了 那你很多維修保養的東西 你在香港 住慣了樓的人 是沒有那個想像的 所以我們 因為我們有很多聽眾都移民 或者準備移民 當然移民的人 如果會出事 你現在在出事 因為現在冬天 冬天是最出事 夏天又另一件事 但是現在冬天 比較情況嚴重 夏天最多熱死的機會都不是很高 但是冬天真的有機會冷死 所以知道 然後就講一下那個狀況 有很多人移民到過去 第一次住屋子 那就糟糕了 大家可以聽聽 早兩個星期 歐傑外國勢力 有Fiona做的那一節 你就會覺得 唉 真的太年輕了 這樣 出現了很多會常見的意外 我們都有 之後第一個禮拜 到接米港那個人 死了 他叫什麼名 我已經忘記了他叫什麼名 拿水去淋 車玻璃 那個林子博 我們早個禮拜 大香港早晨也有說過這個林子博 他就是很不懂處理怎樣 住一個獨立屋的時候 他已經是比較多錢的人 他也是很不懂處理 大家都是為了省 因為 省是應該的 但是有些東西是不能省 很多時候大家錯誤理解了那個市場 如果那些房子那麼值得買 為什麼當地人全部都買房子呢 不當地人全部都買房子呢 當然有其他原因 你覺得他們是低能的 他住那裡 他在那裡大的 如果那些房子那麼值得買 哇 你除了雲南一個月只供一萬多元 就可以有一間兩三層的房子 那為什麼當地人不買呢 當然有其他原因 你當然有其他 比如說你地方很大 要很貴電費 那你就沒有想到 保養 是啊 如果有花園的話 你又要搞好花園 是啊 那些可能他還會 花園你都還可以隨便 你最多完全不種東西 但是電費那些 有他雜草 是啊 你那裡 你真的完全沒有想過 我三層的房子 是要給三倍的電費的 這些是沒有想過的 然後還有其他的 就是買車啊 還有一些維護啊 嘩 皇后的電費都不便宜啊 很貴啊 皇后的電費都很貴啊 但是還是想像中少 很開暖氣 我在香港我也不記得 我只是臨睡那些時間 我在洗澡那些時候 開暖氣 我真的用很多電 哇 皇后這個電費都 22700元電費 在日本 貴啊 貴啊 就是都千多兩千元 未到兩千元 一千多元 我都很誇張 是啊 哇 真的不容易 然後 方思拉 你的電費有這麼貴的嗎 那都住屋子 那你在那裡住得久 華人通常都是很偏好住屋子 因為去到一些西方國家 那給我 當然住屋子當然是正 那給我都會 是啊 還有你去到你會發現 咦 我買的時候很容易 買的時候很困難 算 搬不走 很多時候都會 所以為什麼會有些地方 會用一些很便宜的價錢買屋 又或者甚至乎在日本的地方 只會送給你 就是因為那個維修費很貴 你幫我拿走它 是的 那在英國都是 在英國都是 當然你買屋子是便宜過香港很多 但是你就要知道 你屋裡面 很多東西 你不可以預期 好像香港那個質素 那樣 首先如果例如那些屋的話 很多時候他們 你買房子 那當然你通常買房子 那不是高樓大廈 那樣 那它那個 建築都不會有 好像香港那種很嚴謹的 質素控制 是 因為始終你香港那些高樓大廈 你沒有辦法 你一定全部的東西 你鋼筋等等 那些東西 如果你不是建得很好的 那它會想的 所以 一定要建得很好的 但是在外國來說 很多時候 它不用建很高的時候 它沒有那麼受力 那些東西 就比較那些 那些東西 就是它不建得那麼高 它沒有那麼吃風 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不用那麼實正 就OK 那些矮矮的樣子 是不是 我們以前 在美國住那裡 那些 我在那看牆牆 天花板 它是全部沒有一條直線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我們隨便在這裏 就是現在這裏村屋 我看上去的角落 它是90度角 90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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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樣 我住村屋 已經算是 不是建得很漂亮的那種屋 或者我以前住過天台屋 都不是建得很漂亮的 那些東西都可能不一定很平 地板可能是有輕微的傾斜 但是無論如何 都不會夠外國那些那麼誇張 是啊 然後你在這家屋一邊走一邊就會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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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你會覺得 為什麼這家屋可以這麼沒有任何一條直線都撐得住 不過當然因為其實就很危險 是啊 然後那個地板是很斜的 香港出名的某個建築商的地板是會斜的 那裏更加斜 是啊 你倒些水下去 那些水就會倒到房子的另一邊 它的質素控制是沒有 你不要預期香港是 你住普通正常的房子 是不會有這些奇怪的事情的 哈哈哈哈 因為它有需要 在香港那些屋的結構問題 要堅固要穩固 它有需要做得很公正的 但是在外國來說 它就沒有需要這麼公正 所以我們就看到有一個訊息 是啊 就是我很喜歡看的開電視 我現在覺得它都很有心機 它做了那些我想做的 但是做不到的那些 就是不斷去找英國的東西 那些 就是我們沒有這麼的預算派這些人出去 就說他們找了這個 知心驗樓師 叫做尖濟南豁湖尖上 好像都經常看到它的名字 上個節目去看看英國的樓齡不夠三十年 哇 這麼新的樓齡 面積有九百尺 但是只是賣二百萬而已 這樣 發現原來英國的樓便是有原因的 那當然了 難道它的樓會很漂亮 然後很便宜 那就很奇怪了 這件事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香港建的樓 它那個真的建的成本 都是比較貴的 因為它預了賣價都會很貴 所以它的成本都會比較高 但是你在說 你在外國的地方 英國的地方 你搭一間房子出來 你是有權真的自己搭一間房子出來 是啊 你那間房子用木搭的 它怎會很紮實很四四方方 就算你拿磚搭 你也是有權你自己用磚搭出來 首先它都沒有打壯 首先它那個磚搭 那些三隻小豬 你有權自己製造一間房子出來 是不是 搭一間房子出來 它就說 做了這個開電視的 這個全世界看著的節目的時候 就去了這個 白明漢西面的B17區 哈本那裡鹽樓 白明漢也有很多人去 就說這一間二手別墅 放手的價錢是低於市價 面積有900呎 還要選一些低於市價的感覺 是啊 市價那些都不是很好 就是了 低於市價 30年樓零也很差 30年樓零還可以這麼便宜的時候 當然有福 那只是賣港幣200萬而已 為什麼會這麼便宜 啊 它入屋的時候 就發現有不少問題 這樣 那麼歷嫂就發現 七宗罪 解釋超低的 便宜得有道理的 是啊 它就說 剛才下層的長生批檔 就全部都空殼 這樣 嗯 是的 然後它就拿些棍子 咕咕咕咕咕 這樣 很過癮的 我敲一下它 那些長生是實心還是空心 是啊 有些棍子 這樣敲 然後地板不是用瓷磚的 只是鋪膠墊 那瓷磚櫃很多 是 這樣鋪膠墊 然後廚房工作台邊的瓷磚 也全部都是空心的 一敲下去就聽到聲音 是 然後廚櫃的膠膜就破爛了 那洗手盆下面 廚櫃的水管下面更加放了一個水桶 不用檢查都知道漏水了 那到了上層更加發現 你浴室那個浴缸加了一些很粗的膠邊 那肯定是之前漏過水才加粗的膠邊 而且這個分冷熱左右兩邊的洗手盆 就只是出凍水的 熱水那邊沒有水的 要搏過 你要重新搏過熱水口 就是裝修不漂亮 那這間屋便宜的時間很明顯 你就是需要進去大撿 是啊 很明顯沒有裝修 經詹姆sir發現 別墅裏面有問題多多 證明英國的樓盤便宜得有道理 節目也分享到樓盤有前院後院 那些雜草多到完全打理不了 那這間屋賣你都不知道空置了多久 我們在美國也有附近 我們家附近也有一間屋 不知道空置很久也有一間鬼屋 是呀 是呀 唯一有人處理就是 弄暑的時候 扎爛了他的屋 所以他找人弄 然後就看 因為那次是龍捲風的時候 扎爛了他的屋頂 他的屋頂無倫了 然後終於就被迫住 然後我一直以為他是不是繼續荒廢 他沒有人處理 然後不是的 就是終於才看到那間屋是有人去收拾他 是啊 我們那時候有很多荒廢了他的屋 因為你要去保護他 照顧他實在太貴了 然後有時候 他真的不是住在那裏 他不是住在那裏 你有時候又未必想買 你可能想著我過幾年就會回去 有時候可能你出去去大個城做事 那你去大個城租屋 然後你自己那裏 你可能又拿來擺東西 又或者可能你租不出去 然後你又不想賣 那你便在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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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很正常的 就是等於你買了一輛車 等了在那裏 都很合理 那對他們來說就好像 就是覺得 遲後會回來 沒有什麼蝕不蝕 還有沒有好像香港人計得那麼盡 始終你生活沒有那麼艱苦的時候 你不會計得那麼盡 而且你賣都不是說很容易 賣的 因為你說房子的話 其實真的很多選擇 那不是說很容易 那個樓宇交易市場 是不像香港那麼長旺 在外國 是啊 所以有時候會等了在那裏 然後就會出現了這個狀況 現在很明顯地等了很久 所以有很多雜草 還有一棵蘋果樹 這樣 那麼跌了很多爛了的果實 容易引來一些害蟲 那那些果實就跌了下地就會爛 是不是 沒有人在那裏打你 就是這樣 然後他說 哇 門口那裏還有一個矮鬥 一定要找專人過來清掉它 還有落藥到床 這樣 那他留言就有人說 啊這間屋成一間鬼屋怎麼住啊 好像有屍體一樣 送給我都不要啦 這樣 然後也有人說 就算我買了 那也要給很多錢 裝修和保養 是啊 屋是要保養的 就算你買 你新的那間買回來的話 都要保養的 你不要說二手那些 就算它是新建出來的話 你獨立屋是很多東西需要保養的 是啊 那他也有說到就是說 那些英國對於那些地板和長生的標準 不是很高 那因為其實沒有必要 就不做到這麼漂亮 然後然後 是啊 很常有就是排水和暖氣 都是常有的問題 那因為他經常都會 會使用到 你在香港肯定沒有暖氣的問題 你都沒有 我從來沒有認識別人在香港有暖氣的問題 那沒有嘛 說什麼 是不是 有暖氣又有暖氣的問題 還有你當地的天氣又不一樣 你當地會下雪 還有排水的問題 因為我覺得香港的渠目算是做得不錯的 因為那些喉也是比較夠大 因為外國很多一些比較舊的地方 是說他們那個喉 他們那些去水喉排水的去水喉 那些去水喉是 他們做得小的 尤其是舊的那些 所以會塞 所以你當然如果然後你那個塞了的話 就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等於好像我們老師爆死他那樣 精彩 那條街的喉 已經不關他的家裡的喉事了 因為你排水 你不是只要排在街的公家那條去水喉 但因為那些老舊的地方 我覺得老舊的地方 他不會無緣無故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他不會走來和你剷地 換水喉去的 你以為彌敦道嗎 永遠都在做的 所以他們就會很容易塞 例如我們的老師那時候 他說他抓之後 他決定每天都是回學一下柯市 因為他研究了之後 找了人來做的時候 發現其實他那條街道那條喉 那條排水喉是比較窄身一點 所以他只能夠用那些單層的刺子 笑死我 因為你知道 他說有一次是 那條街的大喉塞了 因為有新的人搬進去那條街 然後塞到他們全部人的家都塞了 他還倒湧 是啊 他說因為那個新搬過來的人 用了一個四層的刺子 那條渠就塞了 那條公家那個渠就塞了 你明不明白 你用四層的刺子 那條公家那個渠就會塞了 你又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你明不明白 在這個狀況之下 你難道夾錢剷了街上那條喉嗎 那你又沒辦法 你整條街都是用那條排水 排污水那條喉 是啊 那條公家那條喉 在條路下面那裡 不是在一棟樓那裡 你一棟樓你都還可以大廈維修 他在外面的路下面 在外面的路下面那條喉 是啊 你處理不了的辦法 所以他那個水電工來到的時候 唯一給他的意見就是 就是你用那些單層的那些刺子 哈哈哈哈哈哈 還有 好像台灣那樣 到今時今日 尤其是台灣一些舊區 好像今時今日 他都叫你不要丟那些刺子 到廁所那裡 我覺得這件事很噁心 因為他們的排污水喉太小了 所以你不能丟那些刺子 到廁所裡 否則就會很容易塞 所以你去到这些地方是处理不了的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划算啊 那当然有原因的 有时候你去驗楼你也查不到的 你不会查到街上那条喉 你怎么查到街上渠 我们现在试试把四层的厕所测不测 它塞了就你赔了 所以其实很多这样的事情 接着你就要花很多钱 就算是公家那条渠塞了 就是这个严流师就说很多这些排水问题 就是你公家那条渠塞了 就会倒灌去你的家里 你就要花钱去处理你家里塞了那个问题 但是到头来 可能公家那些你无论如何都很容易再塞的 因为公家那条渠塞就是这么窄 总有个人不生性的 而且你可以大家一起去驾驶 是 大家整条街同时间合同一起去驾驶 很可恶 车本有人说其他国家都是台湾也是 韩国也是 根本其实只有香港不是 然后还会在韩国 这个听众 银河守护队说他在韩国生活 韩国那里还会有个桶给你去扔纸巾 台湾很多地方都是 很可恶了 我接受不了 很多那些旧的区 旧区里面那些旧商场那些厕所 他都是摆个桶给你扔你的厕纸 神经病 怎么可能接受到 然后是很臭的 那些厕所 我没有可能在那些地方生活 如果是这样搞的 那你就明白为什么香港人那么喜欢去深圳 可能过得比台湾好 你会不会觉得在深圳的娱乐会比台湾好 我不知道 因为深圳很多地方是某区区 我又不是很接受到某区区 因为反正厕所都差 可能现在 我很多年没去过 我想现在可能先进了 还有日本那个 日本起码还是能冲到的 日本的厕纸这么薄 是 所以日本人很喜欢在香港的厕纸 我的同事以前说 他每次回家就是回日本 他就整件厕纸拿回 日本人来香港的手上是Temple 是啊 他就是整件厕纸拿回去 派给家人 就是卷妆啊 面纸啊 Temple啊 那些全部厕纸 就是一夹到在纸巾厕纸 那样 哦 大陆就是那些渠就不窄的 但是那些厕纸很厚 所以我也有一些地方 哦 是啊 大陆那些厕纸很粗 是啊 是啊 所以哎 真的很麻烦啊 其他国家 是啊 所以他在那厕楼师就说很多这些楼子的七宗罪啊 但是 不只是他厕那间有那个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 他厕那间很明显的就是真的放了很久 在那里 还有他们特意找的 是 找一间特别差的 是啊 这样才有话题的嘛 如果我找一间漂亮的就没有了 哈哈哈 就是我有些同学去到 他去到 不买楼 买一块地 自己建 是啊 是啊 那你身起的 那你身起的 那你身起的当然不同 但是你买一些旧的 当然 再要找一些 特意找回这些 那节目才有得看的嘛 特意找那些 还要低于市价 摆在那里不知道多少年 还没买得出去的那些 但是香港人很喜欢买这些的 那都抵的嘛 那都抵的嘛 哇 这一间全区最便宜的 那样 你在那些移民group 都常常都见到的 就是现在 近这两年不同了 因为近这两年呢 就是早那几年 已经有些人移民了过去 试了服 所以近这两年 就 开始聰明了 大家就会见到 哎你这样看 还不放有服吗 你待会去看看 是不是快地板烂了 待会撿也撿死你啊 这样 因为之前最早期的那些 很多就会觉得 哇很划算啊 去到 接着就发现了 哦原来很多东西 自己都是要给钱收拾的 因为他们 他们甚至乎 那时候觉得 这么划算 就算给钱收拾的话 都可以了 但是他们就没有考虑到 那里的那些人工 真的很贵 是啊 接着然后又觉得 人家劏你 那他的人工真的这么贵 所以就有那些 说叫人去做义工 帮助收 是啊 还有那些人想着 哇 我去到英国那边 我找人装修的时候 他在估计的价钱 是在估计香港的价钱 是 然后他又没有计算到尺寸 你在香港 我打算我全屋大翻身 一百万什么都够了吧 但是你没有想过 你家里那里有三层 是啊 对呀 那些人工又贵一点 他人工贵一点 他们做事又慢一点 是啊 然后就开始在那里 想着找一下 如何去到 找一些人可以便宜一点 然后又有些人去 趁这个机会去劏一下 多少香港人才 是啊 是啊 哈哈 那跟着 唉 所以就是 相当不同 大家不要看轻的那件事 而且你的手头 真的要遇到鬆多很多 大家永远都是低估 尤其是你买房子的话 因为所有东西 你不能不给钱处理 是啊 即是你拘留住 你不能不用那些东西 是啊 尤其是你 其实我也很建议去到那里 是不应该先买房子 应该先租一年 你真的先熟习了 是啊 你买房子 你买错了 你买错了 你买错了真的一世 是啊 你的房子卖不出的 是啊 你想买得出的话 你应该买房子 但是那些人又不买房子 当然 其实房子是会合理地 容易买得出一点 哦 那个交易市场 其实是多 是漏洞得多一点 是啊 就是大家要买到一个房子 就是还要是大家买得起的房子 就是你不是买永巴级那种 你买都是买两三百万的房子 是不是 你买到去高级的那些 那个另一个市场 但是你买到那两三百万 要不就带得离山卡拉那么远 要不就那里可能是很近市区一点 但是可能只有一层 又或者可能是很小的 可能是townhouse townhouse 其实是对人住多一点 然后你买那些独立屋 你买得的肯定都是一些 那些价钱是便宜一点 那价钱便宜一点一定多问题 那然后你想买的时候很难买的 超难买的 还有很多都不懂得打理 很多东西都 例如你花园前后花园的话 每个人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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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死神来了 那会这样跌进去 每个人都没有 是呀 他拿个铲子机就追着人 是呀 然后很多东西 其实是要量力而为 主要就是觉得 都不止量力而为 而是真的 你要真的预送到很多 还有不要那么觉得那件事那么美好 就是你预了去到是捱 我没想到去到全世界 除非你好有 你好有没有所谓 第一个问题是 你大部分的人 现在移民过去 不是真的那么有 又或者是 你可能花得太多钱 就是可能有时 就是大家都有 有很多人都是 有三两百万 在身 那移民过去 嗯 那大问题是 你有三两百万 在身 你一惹过 用二百万买一层楼 你之后就不错了 就没算好这条数 就是有很多时候 有些东西你不是说可以 那些东西坏了 我不要弄住 就是看自己的预算 不要弄住 那些东西是不能不弄的 是啊 就是你 那些钱没得不用的 因为就算你不用的话 那你是因为你其实是 尤其是你外国住 独立屋那些 很多时候你可能 你这条街上有个计划 你是不能去 就是你 例如你这家屋 可能影响市容 那样 你不去处理你的杂草 那你就会被其他人投诉 那些性 是啊 或者你 那里他跟你说 你前面那些杂草 是有一些有毒的 那样 那当然不行 很多很多这些东西是要去 所有东西是应该真的去到 你可能住一阵 你租一阵宅宅先 就是不要这么心急 看到有些很心急 没去到已经买 那样 你根本看都没看过 你觉得你买东西 不是买那样 你买一间屋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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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必能放得出去的 如果真的有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候 是啊 尤其是你随便买一间屋 你都在说两三百万 是啊 是啊 你特意搭乘飞机去看一看也好 你去看一看 而且你要看一看 住这个独立屋 是啊 还有很多时候那些人是不看英文的 是啊 就是未必 但问题是你作为一个香港的中产 你未必有个习惯会上去用英文去搜寻一下当地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嘛 假设你要移民去这个最主流的曼城啊 那些什么白铃汉那些地方 你上网搜寻 Bermintham House 不知道什么 要那些 那些problem 那样 那你都要看看他有什么问题 那些区 你上网搜寻就有的了 譬如我们去芝加哥之前 我们搜寻那个地区 他会搜寻完 这个区块的地方的罪案率是多少的 他有什么罪案呢 例如我们住的那一区 其实罪案率是高的 就是他多抢劫的 但是杀人就比较少 是啊 我们是要篩选哪一区罪案率高 就是不只是看文字 有些是有个表出来跟你说 你这一区罪案率是多少的 有多少就是 拿刀捅人 有多少是枪击 然后有多少是性罪行 然后有多少是其他不知什么东西 打架啊 那些什么东西 有什么爆舌啊 或者当街行劫啊 那些很多的 还有写了你那区的租金 有很多这些资料 有数据给你看到 让你好好地去考虑一下 因为现在很多香港人去英国 尤其是去英国 很多都是 他们都是在那些香港人 问其他香港人 那就很负 负责 尤其是治安的东西 香港人是不会明白的 隔一条街差很远的 我们那里就是了 我们就是住在治安不好的区 但是我们刚刚那条大马路 我们沿着湖边那里 其实是叫做偏向有点高上住宅 但是一隔了一条街那边 就好像贫民窟那样的 你是不明白为什么的 但是那些客人就在对面街 他就不过这条街 我们那条街那里 都有一些客人 他就会穿Polo shirt 和会放狗的 是啊 那些高级黑人那些 那些很白人的黑人 是啊 但是你隔了一条马路那边 是枪击的 是啊 你隔了对面那条街那些黑人 就对了说话 嘿 你想派对吗 嘿 男人 嘿 所以很多时候 你是需要亲身去看的 因为看到 其实有时候也看到有些朋友 说可能住那个区 其实都是住得治安不好 但是他自己 当然他需要保护自己 然后就说 看到可能一些群组那里 其他香港人就建议 这区抵住啊便宜啊 是啊 是啊 那区这么抵住 当然是有原因的 你当周围的人低能的 是啊 所以 不要说只是看价钱 你了解了真的那个区 和了解了究竟 你会需要花些什么钱 或者你究竟可不可以住到 就是接不接受到住 在一个罪案率比较高的区域 是啊 然后又搬到过去 啊 为什么我的小朋友回学校啊 那么多印度人在那里 对不对 人家手上都是印度人啊 现在 对了 真的看到很多移民帖 都说我们学校很多印度人啊 怎么办 人家英国人啊 然后下面的留言 就开始 近这一两年就开始 会骂回他们 哦 是 因为移民了过去的人多了 哦 是啊 是啊 那就是看到 嗯 就是 你要知道 你可以承受得多少 就是 例如 可能你去 例如我以前 在英国住的那个市 就是很少 很少华人 所以我那个市 也是一个偏向 都挺racist的一个市 那是少些人就是 我的城市 是 比较racist的一个城市 他少些外国人 那你就明显一些咯 是 他多些外国人 你就没那么明显咯 就是藏叶于林的道理而已 是 那所以你就又是 看看你 接不接受到 这些东西 那每个人的接受程度 都不一样 每个人对罪案 或者对racism 或者对各种各样的 你的接受程度都不一样 你生活上的要求 大家都不一样 所以其实是要 真是亲身在那个社区 那里感受一下 你才知道 究竟你是适不适合去那里 而不是 自己就直接 看价钱 看啊 买了它先 接着去到中复了 是啊 但是 随着多些人中复 我相信中复的人 会越来越少 那也是 所以迟些去的人 是有好处的 都是的 不过应该都去到差不多 去到七七八八了 我猜 嗯 还有些人在计划继续移民 至少今年我知道有 尤其是 大家感觉到香港的经济有怎么死 那些中产人就开始想移民 还有有些人是移民了 继续做香港的工作 是啊 都有一些是这样的做法 我的家长也是 刚刚开始学琴 他就跟我说 半年之后移民了 是啊 挺有趣的 都是陆续的 还有因为疫情又拖慢了少少 那也是 有些是 就是想着等过了才会方便些 是啊 因为你经常会发现 这里的电话不通 没有人回覆 然后又觉得那边粒粒乱 那边疫情很严重 那些人不戴口罩 哦是 还有之前那个货运也很有问题 那现在好些 是 又在说 那些家长船运了三个月都未到 是啊 是啊 真的比起 因为过去那几年的船运 那个是久了很多 还有那条 不知道什么 印度那条河室 又不知道怎样 拖了几次 那次 那个就拖慢了很多 是搞到全球生产线拖慢了几个月 是啊 是啊 我忘记了那条是什么尼罗河定 不是 忘记了什么河定 它只是拖了一个星期 但是拖慢了全球的货运几个月 是啊 因为你是 它踏上去再踏上去再踏上去 哈哈哈哈 有一期 是香港的东西 船运一些东西去美国 要用半年时间 因为你又要排 排完之后要等候入季 入季又未必有船期 所以就很久 但是现在就叫做 开始恢复正常了 这个世界 那就是 是啊 那现在就好些了 嗯 嗯 那没错了 就是这样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